去尼尔人山人海的旅游圣地 也迎接了一成不变的观光区域吗? 不如参考一下今天的请点介绍吧 西哥以前有介绍过 关于台湾历史上三大矿家的历史 当中有提到过 矿坑产业虽然是整个台湾社会的经济支柱 而九份金山矿区被列为台湾三大矿区之一 虽然没落过一段时光 但《北京城市》这部电影 让这里成功转型成观光区域 成为民众休闲旅游的选择之一 不过也因为九份的历史当中暗藏血泪 诸多灵异传闻也在人们的口中迅速传开 大家好,我是西哥 这是今天要带大家去参观旅游的 诡异临界点 瑞芳灵异,都市传说 金瓜石战俘营的位置就在金瓜石的13层遗址上 据说早来日治时期 日军会将拽来的同盟军战俘关押到此处 并强迫他们进到空坑最新的地区工作 要知道 这些地方除了严重污染的有毒环境外 随时可能崩塌到矿区 更像是一把死神镰刀加在战斧的火车上 即使如此 日军依然要求每个人必须采集到一定的量 若没有达标 则会被日军以铁锤殴打 如此残酷的环境下 导致许多人混沌异乡 根据了解 当时一共1300多名奴公 最终只有把九人生还 他们被掘出来的时候 早已忍不像人,鬼不像鬼 秀得宛如地狱中的二丝贵 但至少他们获救了 剩下的人则是在无尽的痛苦中 被草草埋葬在此处 成了无家可归的一滴怨魂 早上的时候这里看起来 就已经充满了诡计的荒凉感 到了深夜就更加阴森 有许多人在大盆也经过这里时 听到矿坑内 传来一阵稀稀疏疏的细语声 但仔细听 却发现声音里夹杂着大蓝的外蚊 另外 有曾经有人表示 他们在这里探险时 看好一身一阵大雾 正当他们试图寻找离去的路径时 所有人都看到不远处的矿坑口 有一群模糊的人影 摇摇晃晃地走进矿坑里 但当时的矿坑早已废弃许久 根本不可能还有矿工的存在 当他们被吓得带入了木鸡时 其中一名矿工转身过来看向他们 但转过来的那刹那 开场破度的惨状 吓得所有人偷业不回的 奔跑离去 即使没有这些诡异传说 当地居民以为立群游客不要接近这里 是三层椅子的工厂与烟道 之所以保持得如此完整 是因为这里其实有着非常严重的污染 以目前科技来说 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 只能先暂时放置 如果一不小心在管线上 才处理到裂口 除了自身健康安危之外 也会连带影响污染到走家环境 接着我们来到九份 这里的老街与小吃远近吃鸣 坐踪复杂的道路 也许常给人们柳暗花明 有一村的感觉 但在热闹的老街当中 如果沿着一条不起的巷子楼梯 一路走上山去 就会来到号称 全台湾最恐怖的篮球场 原因在于 这座篮球场 周遭被得让坟墓给包围 一年四季 无论何时 看上去总是特别硬寒 一想到在这里打球人们 随时随地 都会感受到来自长辈们的权权关注 就让人不寒而栗 但事实上 对于当地人来说 比起恐惧感 更多的是自小就开始累积的 无数童年回忆 有记者前去采访当地其绕 询问为何要将目的给来此处 当地人则透露 虽然说法众多 但几乎都与所谓的风水有关 因为这里是台湾龙脉风水 宝地的神龙之首 中央山脉是龙脊 基隆山 则被认为是龙头 而基隆宇则被视为龙土著 若是将目的吃在此处 那将会给予子子孙孙 带来许多病 另一点来说 当地人几乎小时候 都会来这里打篮球 而身上那些灌注着他们的 亡生者并不是悲人 而是曾经最溺爱自己的爷爷奶奶 因此自然少了一些恐惧感 反倒都了一份温情 即使不早点打到墓碑 公公进进和阿公阿嬷们 到前后就没事了 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关系 纠纷的神 鬼 人 距离相对较近 三界居民 和乐融融地 相处于同个地方 家庄老人家 生前也都会吩咐 自己死后又埋在那里 才可以继续看家乡 保佑家人 在日方地区 有两间戏院 也被西哥我列为鬼灵界点 第一个就是神品戏院 它建立于1931年 是当时金九地区 最重要的娱乐中心 也被许多电影选为拍摄地点 像是先前提到的悲情城市 以及七王 豆嗓等作品 虽然之后因为情况沉严没落 人口持续向来流失 最终被迫停业 但如今在政府的整修下 重新让生命戏院早为新生 让起来朝圣的游客 裸一不绝 但在2015年 有名网友在网上分享 一张关于他在2008年6月份 与此地排除了照片 那时候他跟随着迫 chance 那时候他跟随着员工旅游聊了九份 因为当时的生命戏院 仍为证鉴 于是他们 依然是身术了状态 对着他们 可能搞筷了一张照片 却在时候 冲洗时 发现正雄间铁门 后面怪怪的 越看 又让她感到 这张照片 引起一时的轰动 但自此之后 生命戏院改成完成 轮到人往的热潮 也让这里的鬼影 被逐渐遗忘 但是就离这里 约莫15分钟车程的台经戏院 关于它的传说 一个都没有断过 台经戏院位于瑞芳水南洞附近 从停业以来 已经荒废30多年 当初这座戏院 是台经宽业公司 辅舍电影院 好让辛苦工作的旷工们 下班有一个休闲之处 可在建造时 就传出有工人意外 十足最楼身亡 但为了赶工 承包商居然 草草将工人的尸体 埋葬在部幕后方 直到许久之后 才请人前来处理 自此之后 这里就有传出谣言 每当戏院不放电影时 部幕后方 总时不时 透出淡微的鬼影 没有灵异体质的人 都认为那不过是 电影放映时的阴影 但较为敏感的人都知道 那是当初 被棋职的工人盲魂 想要对无情的承包商 讨要说法 此外 在之后营业时 也发生过 有些因不明原因 在戏院里直接往生 怂葬事故 让戏院的鬼灭传说 开始盛嚣成上 生意义也开始一落千丈 如今楼上 有许多人前去探险 光是门口上写的 太平门三个大字 就令人感到毛骨悚人 而建筑内的荒芜 与破败 更是让探险者们 痛必发麻 有人在探险时 除了听到物品 被搬动的诡异声响 更看见在空空的舞台上 离奇出现 一抹剩下半截的身影 今天的最后一站 就来到传说中 最美的寂寞公路 不厌亭这里了 早上的时候 这里的风景 没到城入选 台湾公路八景 一面可以观赏 双溪区的湘景 另一边 则能远眺瑞芳 如果天气好些 还能看到蓝海 与云海 想看两边中的不厌 作为这里的名词 百看不厌 不厌亭 但到了晚上 这里的美景 眼笑云散 取了代之的 则是阴森诡异的气氛 我认识 有许多人都分享过 在这里 撞进好兄弟的故事 像是有人在年轻的时候 买了辆新机车 兴奋的载着朋友 骑往瑞丰公路 享受追逐速度和快感 他们就这样一来一回 玩到快听黑才回家 可当两人 骑到月末扮山药的时候 后座的朋友 突然拼命拍打他的背部 并大声喊着 骑快一点 骑快一点 网友并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可他从没有见过朋友 如此放声的口气与声轻 于是猛吹油门加速 直到两人回到九分之后 网友才询问 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刚刚骑了一半 我感觉左脚突然 有被人拉一下的感觉 而且力量很大 结果快把我整个人驮下车 至今证明网友 人无法想象 要不是朋友及时提醒 那后果完全不堪设想 今天带你们走访了 瑞芳地区的五个 故意迎接点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关于今日旅游内容的看法 喜欢的人 也可以投个超级感谢 那对来说 会是很大的鼓励哦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别忘了帮我订阅 按赞 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代表错过这些影片哦 我是希哥 我们下次见